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到了我們理據十足的時候 今天我們要談談有關國企的問題 很多朋友可能對國企有不同的看法 不可以說錯 亦不可以說對 但對國企似乎是有點模糊的理解 包括我自己在內 我自己對國企在香港市場上 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 就是這樣 國企是什麼呢? 當年我們看到很早期 國家是要將國企私有化的 但後來又變成了整個策略 現在國企究竟是中國處於什麼位置呢? 今天我想請李先生和大家去談談 究竟國企是怎樣的情況 李先生你好 早安 大偉sir 早安 早安 其實國企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國企其實是中國國家的企業的簡稱 是一個龐大的系統 國企其實是一個龐大的系統 它是由各級政府 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又有一個部門叫做 國家企業經營和管理委員會 負責管理和增值的 經營和增值的 最近數據公佈 全中國的國企的國有資產 大概有230萬億人民幣 中國共產黨 將中國國家企業 即是國企 定性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石 其實是很重要的 它國企有幾大任務 還有它是一個穩定物價 還有是增加穩定就業 是穩定稅收 還有是對民生各方面 它是起到一個很關鍵性作用的 好像今年這樣 為什麼全世界 那些國家都是會很嚴重的通貨膨脹 為什麼中國會不好呢 就是因為國企 因為國企它在發電 和煤供應方面 和石油供應方面 因為它是國家企業 國家指定性 就是它不賺錢 它都要保障、供給 包括煤、電 它是按個成本價格 甚至去批本 它都是以最便宜的價格 供應給市民 等市民過了最艱難的時候 所以鄧小平曾經 臨終前規定 國企不能私有化 特別是答應國企 所以中國國企 是中國整個社會穩定 特別是全民退休 這個概念和執行 它起了非常關鍵作用 以及國企 其實是中國經濟的定海神針 其實當年鄧小平的改革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看到 其實在早期鄧小平之前 有一個情況 就是國企 其實採取比較冷散的態度 不是冷散的 應該是公有制的態度 這樣的時候 做有36 不做有36 我們都很清楚 你說到鄧小平 我想問回比較早期的情況 例如在很早期的國企 那種情況 其實是不行的 而鄧小平的改革 除了說國企是一個 我們社會保障制度 最重要的基石 之外 其實之前的改革是怎樣的呢 我又知道有很多的朋友 那段時間 就下了崗 其實這兩個問題 我也想了解一下 之前的國企是怎樣的呢 之前的國企 其實延伸至改革開放後 以前就叫做國營企業 就後來引伸到現在的國家企業 就是國營企業 就是比較一個簡單 和一個很黑板的 計劃經濟的年代 什麼都是政府給計劃 你先去生產 先去銷售 和人員管理 全部是很黑板 和很制度化 所以是沒有什麼市場競爭力的 但是今天的國企呢 就全部是不同了 那麼其實現在 中國的國企呢 就是國家企業 其實是一個很籠統的稱呼 其實呢 真正的內涵呢 它包含了什麼呢 譬如說直屬中央的企業 它就叫做中央 就是中央央企 直屬省屬的企業 就是省的國企 市的市的國企 所以整個中國 每一級政府 它都是有國企的 只不過隸屬的關係不同 其實全部都屬於國有資產 就是剛才我所講的 230萬億的國有資產 是不包括中國的土地 和鐵路、機場 就是那些國有資產的 就是只是經營性的資產 是有230萬億 所以 是一個非常龐大的資產 所以 譬如說 將來中國人口開始老化了 那社保的退休金 是怎麼解決呢 現在全中國實行的 就是全中國統治統籌 現在不是的 各個省自己收同資 自己的平衡 但是以後中國 因為中國是很特殊的 30個省市 只是有10個省市 有條件向中央上繳的錢 就是其他省市 是要中央 譬如收到的錢 還要劃撥給他們的 就是要資助給他們 包括新疆 譬如說西藏 那些是每年要給大量的錢 所以它通過一個中國 所以中國政府 就有一個和西方不同 它就可以大家 在一個國家之內 可以通過財政收支 去劃撥過去 還有國企呢 就是國企呢 它每一年 利潤大概是4至5萬億左右 所以它就通過那些錢 去劃撥給社保 以及用那些錢去補貼國家的開支 那國企它除了4至5萬億的收入之外 那它是交足稅 以及是保障 就是解決了相當大部分人的就業 就是就業的基礎 還有呢 最關鍵最關鍵的是什麼呢 它就防止資本流失 就是一定是保證的資本 在國內就不會流失 因為國際上都是比較流行說 資本無國界嘛 但是如果中國國企的資本 一定有國界就是中國了 嗯 其實如果國企這麼重要的時候 我們將它看 其實香港上市的都是國企來的 是不是 或者A股上市的 都是一個屬於國企 是不是呢 它國企的身份呢 就是現在呢 開始呢 中國的國企呢 那個國資委 就是國務院 開始形成一個共識 是要改變 就是以前就是由國資委 其實是控股 還有那個經營和管理 但是以後呢 就是中國 由上至中央下面 國級省和市政府呢 要成立它叫金融控股公司 以後的國企 以後的國資委 就是國家的資本 只是出資 但是經營 管理是交回給市場 以後的身份要改變 不過 你誰去經營管理 各級各支 一定要保證那些國企 要保值和增值 最關鍵 因為它說這些是 雖然 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石 但是問題 這些是全中國人民的 錢 是一定不能夠被人貪的 一定要保證增值 就是保值增值的 如果這樣的話 你剛才說過 國企就包含了一些固有的資產 它固有的資產 是包括什麼的類型呢 我又想了解一下 它固有的資產 就是很多企業 企業好像現在銀行系統 中國銀行 那幾大銀行 和香港的華潤集團 招商集團 中信集團 中國建築 和中國法工 其實是 現在世界上 500強企業 裡面相當一部分 是國企來的 包括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 明白 例如紋身用品 紋身用品 那些都是國企 我看到國企的時候 華潤 其他那些 國企和央企有什麼分別呢 這個可能有些模糊的 哪些是屬於央企 是不是你剛才說的 水電 那些資源 那些屬於央企呢 是怎樣 簡單上 簡單上說句 如果牽涉到壟斷性的行業 包括牽涉到民生行業 一般都是央企 包括煤炭 發電 銀行 化工 農業 總子 和中信集團 那麽其實來講 香港 國企對香港 有個非常穩定 作用 可能香港人不太清楚 爲什麽呢 上一次金融風暴 03年的時候 之後 中國 就是中國 中投公司 已經在香港 成立了一個 3000億美金的基金 在這裏 在這裏穩定故事的 從零幾年到現在 你猜是增值了多少 那基金 不知道 三千億 每一次香港 每一次香港 有金融的危機 和有任何損害到香港的聯繫匯率 那它一定出手 這個增值了多少 我想知道 之前是三千億 這個數字 沒有公佈 不過 中投香港 由劉遵義做主席的 就是做董事長的 那當年他離開了中大之後 就是由他做主席的 就是他管理 中國國家在外匯儲備 拿了三千億美金 就放在香港 成立一個叫中投基金 在這裏 所以這個就是定海神針了 所以很多香港人說 中國會拿了香港的外匯儲備去用 這些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實 絕對不可能 因為其實最主要的時候 反而要保障好香港 如果你不保障好香港的話 這個短板也挺可怕的 一國兩制 當然是很好的一個策略 和一個國策 但是如果一不小心的時候 很容易被外國勢力 玩死香港 經過幾次的金融風暴 我們都知道 事情是不簡單的 剛才聽李先生所說 那就是國企 其實是一個大的一個範清 央企是屬於國企的其中一部分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 其實我也說 國企是國家企業的簡稱 國企是由各級 就是由中間政府到各級政府的國家 企業管理和經營委員會 負責管理和投資 它以前是行政級別來的 現在就開始要改變了 就是各級政府 現在好像中山一樣 它都成立了一個叫金融控股公司 就是以後要將直接出資變成一個控股 就是我只是投資 但是不負責經營 但是不過任何人 就是少人董事會制 就是市場化的操作 你任何人去做 你一定要保證我的錢 要保值增值 不能夠蝕的 就是國有資本一定不能夠侵犯 如果在中國來說 如果侵犯國有資本 是相當之大的罪行來的 因為這些是全中國14億人 包括香港 人在內都是有份的錢 如果這樣 你說金融控股公司 只是負責投資 不負責經營 那你又說 一定要賺錢的話 相對來說 會比較保守 會不會 就是整個國有企業 不會 他就選派一些很優秀的共產黨員 優秀過好系統的金融培訓 受過企業培訓 等於很優秀的人去做 當你不行就換你 就是國家的企業 等於今年 整個世界的通貨膨脹很厲害 中國3、4月份的時候 那些油煤價高得很厲害 當時的電廠買煤回來 它發出的電是虧錢的 電廠就跟中央政府說 韓政府還出來指令 那些煤礦 就是中國的煤礦 就全部要減價 保障供應 那它說了一句 它說 這個是民生問題 如果誰不執行 就誰走人 哈哈哈哈 喂 那虧錢 好像跟金融控股公司業去賺錢 會背道而遲 整個感覺 是 不會 牽涉到 一牽涉到民生問題 就是 牽涉到通脹的民生問題 那中國政府 它不是有能力 在整個國企 例如你每年賺幾萬億 那你就用這些錢 來補貼下去 所以西方就做不到這件事 因為西方全部是私人企業 私人企業 就聽你指令 去補貼民生 但是 為什麼它說 中國企業 在定海神針 是共產黨的執政基石 就是這個道理 我做什麼 我有能力 去慰藉人民 能力是什麼 不是只有效果 是我有經濟實力 就是這樣 如果不聽話 譬如說 煤炭不行 我公司裡面 那時候 搞法 那我虧錢 虧錢誰什麼 那怎樣 我不做 虧錢 虧錢國家什麼 中央政府 劃撥給你 我就是不做 那我怎麼辦 我會不會被人炒油丸 不是 就是炒油丸 他叫你走人 意思是 第二個做 你想想 如果你是 代表國家去管理中央企業 譬如說華晨 華晨是那個 造煤炭 很出名 那間公司 我不記得 那你會不會 跟你老闆頂嘴 嗯 你不會 因為老闆告訴你 我 不用你 就是我 要求你這樣做 去穩定的煤價 就是穩定的煤價 供給 那些發電公司 還有還要長遠 幾年 如果你不執行我的指令 我就換你了 很簡單 就是它不會理你的 就是我是 以人民為本 就是現在 法定公司說 我買回來的原料太貴了 我發出去 我圍不到成本 我不要說 賺錢也圍不到成本 那我虧 最初是虧的 但是虧下去 不是辦法 那你 煤炭是暴利 那它就不要 就是告訴你 你沒有賺那麼多了 你是輸眾過去 那你還跟它說 那它說 那它說誰是老闆 我才是老闆 那我叫你怎麼做 就怎麼做 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是私人企業 資本主義 因為那個產權 不是你的 那間公司不是你的 你沒有權這樣做 所以最大的分別是這樣 但是 你香港 香港的經濟 其實如果以後 國企 香港是很起到 關鍵性的作用 我問你 你知不知道 現在 中國最大的地產集團 最大的地產集團 是哪間公司 我不知道哪間 但是我知道 現在很多國有企業 都買了很多 就是地產項目 包括恆大的地產項目 喂 你不行 我唯有收購你 就是由我來搞 你不要搞 是不是 最大的哪間 中信 不是 其實我跟你說 中國最大的地產公司 是中國鐵路集團 哦 這個真是猜不到 為什麼是中國鐵路集團 哇 這個有趣有趣 你知不知道 中國鐵路集團 全中國是這麼多高鐵 幾萬公里的高鐵 每一個高鐵站 每一個高鐵站 它 高鐵站附近的三平方公里土地 全部是它的 嘩 三平方公里全部是它的 厲害 全部是它的 是 如果你任何地方 要上它 在你這裏 整個高鐵站 就是它落地 那麼它第一個條件 就是這三平方公里土地 是我的 嗯 那你答應它便做 不答應便不做 那你想想 全中國多少高鐵站 它擁有一個土地 儲備多少 就是其實現在 真正最大的地產商 就是中國鐵路集團 就是現在開始成立 地產公司 開始起樓 但是它不會自己起 它是將來呢 所以現在很多人說 看中國房地產很灰 其實不用灰的 就是中國房地產 現在才真正撥亂反正 正式起步 為什麼呢 因為以後 私人的地產商 它不會再投地了 它是做代見 就是譬如說 現在全中國的土地儲備 一就是中國鐵路集團手上 第二個是各級地方政府的 金融控股平台那裡 就是土地儲備 不是在私人公司那裡 所以很多人不明白 中國大陸的經濟運作模式 就是這樣 你明白嗎 如果這樣 最大的地產商 其實是土地擁有的 這是屬於 國企或央企的範圍 我們統稱為國企 因為央企也是國企一部分 中國鐵路集團就是國企 是國家的企業 沒錯 他們是用最多土地的 請說 是的 還有 你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中國政府 是全世界最大的資本集團 這個你跟我提過 我經常在節目裡和大家說 中國共產黨 任何一個西方 你再說 你先說說你的概念 非常棒 因為中國政府 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中國政府它擁有的資產 如果只是國企資產 都要二百多萬億 它是不包括全中國的土地的 是不包括國級政府的辦公場所 完全不包括的 只是經營資產 二百多萬億 經營資產 不是固定資產 經營資產 所以你說它有沒有錢呢 它的底氣在哪裡 只不過它不高調 它是做好自己的事 它現在做任何的事情 它非常有底氣 因為有錢 所以 大學sir 你知不知道 其實美國的量化寬鬆 是誰做起的 其實是美國學中國 你知不知道 這件事情 你講一下 麻煩你 為什麼 我說美國的量化寬鬆 是學中國 因為其實中國 開始量化寬鬆 是什麼時候開始呢 是由中國的出口企業 賣東西去外國 去規定 硬性規定 去結會開始 開始量化寬鬆 為什麼呢 因為你每買出的東西 你找到外匯 中國政府就硬性 將你的外匯賣給中國政府 但它用什麼來買呢 印銀子 原來這樣嗎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那便印錢 印錢 印錢 印了錢出來 買了外匯 將外匯在外面繼續經營賺錢 內裡印錢出來 釋放了流動性 譬如說 現在中國大陸 三萬億的外匯儲備 那它便釋放了十幾月二十萬億的流動性出來 就是那個錢出來 所以 美國為什麼現在這麼肆無忌憚 在這裡量化寬鬆 因為它看到中國政府 咦 它初初想你這樣做 就是想你死定的 為什麼呢 你是量化寬鬆 就是等於印銀子 以前的經濟概念 你這樣印銀子 一定是沒有結果 但不是 中國政府越印越發達 那它便跟著你 喂 中國玩法不同的嘛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可以細講 中國怎麼同呢 跟美國那些 美國那些 就是不實在的嘛 我們中國那個是很實在的嘛 對不對 因為中國呢 中國的量化寬鬆 跟美國的量化寬鬆 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 因為中國有土地 中國的 其實貨幣的矛定 是鎖定是沒有地的 但是美國的貨幣的鎖定是霸權 所以 這個叫做有緣之水和無緣之水 就是你有沒有抵押了 大衛sir 但是中國的貨幣是有抵押的 就是土地 是 但是美國的貨幣是沒有抵押的 就是霸權 霸權 你一衰落就沒有了 是 是 最簡單 就是最簡單了 所以你說中國人 你說中國政府厲害嗎 那些人想想 你看鄧小平厲害嗎 其實鄧小平最偉大的 就是做了什麼呢 確立了國企 以及一定是國企不斷發展壯大 那有國企 中國國家沒有抵押 那你做什麼有錢 好像現在你搞軍事 你如果美國和中國軍備競賽 它死定了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的生產效率 是美國的六倍 就是大家 你拿一元美金出來 大陸拿一元人民幣 它可以生產出來和軍等的東西 那你想想 你中國現在是說 一萬多億人民幣的軍費 等於相當於一萬多億美金 那你是不是超出你美國的軍費一倍以上 所以你怎麼跟它競爭呢 其實現在中國 就是我自己猜測 其實是跟你軍備競賽 用回你當年搞蘇聯那招 不過我不說而已 那你就跟我 那你就跟著我 那你就跟不上 嘩 厲害 不行 我要再開一集 我真的要再開一集 還沒說完 大家要期待一下 你看看中國這麼多錢 我們現在基本上了解 國企的情況是怎樣 還有為什麼中國會這麼有錢 因為我以前經常說一句 就是 中國共產黨是最大的資本家 國際上的全世界最大的資本家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他擁有國企 這個是李先生跟我說的 現在終於找到一個 懸港者出來和大家分享 很棒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麼大的資本家 是任何其他私人的企業 比不上的 你看看這個數 我們已經有幾百萬億的資源 二百多萬億的 還是經營資產 還不算土地資產 你說算土地資產有多少錢 這個很複雜 天文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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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要慢慢再開一集和大家說 秉持著半小時內完成節目的原則 我們下一集和大家談一談 我有幾個問題想談 中國這麼有錢 現在怎樣玩美國 為什麼要軍事競賽 還有我想了解一下 新加坡的大馬薩基金 和我們的國企之間的分別 這兩件事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下一集再見 最後請大家訂閱大衛上的頻道 還有分享 點讚和留言很重要 最好看完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拜拜 OK 拜拜 拜拜